怎麼會把我拼 我們拚檢了 下來啊 的確是在追捕所謂的拘檢的少年 拘檢車輛 但是呢 我們當時在畫面裡面可以看到 當時的車輛已經是停下來的情況 少年呢只是走了比較慢 警察居然是叫他說還慢慢走啊 先把他撂倒在地 再對他的頭進行猛踹 從畫面中我們其實看不出來 當時的被踹的 踹頭的少年到底是駕駛 還是他其實只是車上的乘客 這是第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 警察執法的時候 請問可以不依照警察執政行使法 在人犯沒有反抗的時候 這樣子 在進行對他拳打腳踢嗎 事實上是不行 所謂處罰犯罪的人 是由交由法院跟地檢組 跟檢察官做的事情 並不是警察太多的事情 星期日的時候 新北市警局的局長 甚至親自的到中和分局 親自的到中和分局 進行衛免他們的員警 當時影片出來的時候 雖然有激起一波民怨 但是中和分局 對涉案員警寄了兩支申戒 本來事情就可以這麼過去了 但是 我們的侯友宜 侯友宜 侯市長 我們的 新北市警局局長 陳局長 竟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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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特地地在他們寄申戒之後 還過去拍拍他們說 沒有關係你們做得很好 我加冕你們 兩支申戒 隔不到一個星期 被市警局局長 東開加冕 請問這是在鼓勵警察 違法 違法執法還是在 在做什麼 我們原本希望 新北地檢署 可以分案整辦 但是想想還是 我們還是 劇狀告發 去年反送中的事件 在香港的街頭的抗爭 其實看到很多這種 警察其實是 逾越了他們警察的 這個 職權範圍 對於 抗議的人 對於街頭的人 失誼真的是很嚴重的暴力 那 譬如說台灣人說 台灣怎麼會也變成這個樣子 那這是台灣人 非常不想看到的 那我們也並不是要去 攻擊警察的本體 我們是要攻擊 特定的行為 這樣的行為 是不能被接受的